Sufficient 我们看这个字的音节 第一个音节在SU这个语文发成落音的 FFI念成FIT C-I-E-N-T念成SENT 整个字落中音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就念成Sufficient Sufficient Sufficient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充足的 足够的 好看它的英文解释 Enough for a specific purpose 好足够 好对什么事情呢 对一个特定的目标 这个purpose指的就是目的目标的意思 对一个特定的目的来讲是足够的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Sufficient 形容词充足的 足够的 好我们看英文的例句 Nicks Earnings are not sufficient to cover all of its living expenses 好Nicks就是一个所有格 他说Nick的收入 Earning这个字呢是收入 那我们知道收入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字 对不对 这个字呢就是Income Income这个字呢可以当作收入 那支出呢就是In的相反词 就是Out 就念成Outcome 好所以他说呢 Nick的收入 are not sufficient to 好做什么事情 并不足够 好所以呢 Be sufficient to do something 就是足够做什么事 在这边加上一个not 指的就是不足够的意思 好他不足以呢去Cover 好这Cover呢指的就是覆盖的意思 好就是应付支付 支付呢他所有的生活的开销 来各位英文的生活开销 就念成Living expenses OK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Sufficient 形容词充足的 足够的 感谢观看